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那个AIP 印象栏管理 我们在开启AIP console 之后呢 我们会进到的是预表版 那印象栏左边的功能选项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是印象栏管理 那印象栏管理里面呢 分成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 印象栏管理的一个功能 这边呢主要是来检视 印象栏管理的一些详细的讯息 以及一些进阶的操作 那印象栏管理的挂载呢 这边呢就是单独的进行挂载 备份印象栏管理的 把印象栏管理挂起来 变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磁铁基带号 可以直接存去里面的档案资料 那印象栏管理的目标伺服器呢 是将印象栏管理的作成ISGASI 或者是NFS 来提供使用者做一个连接跟使用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介绍印象栏管理 那进到印象栏管理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可以选择我们要 解释的备份印象栏的存放位置 它可以由现有的任务去做选取 或者是由我们指定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进到我们的印象栏管理的一个资料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点选我们的来源电脑 那我们这边来源电脑 可能有两个 主要是分层Engine-less 无代理程式的备份 那跟Engine-based 有代理程式的备份 那这两个备份的类型呢 都可以在下方的详细内容 做一个检视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台电脑 备份的时间点 是在昨天跟今天的一个状况 9月1号跟9月2号 那初体制的部分呢 显示的就是我们的基本的备份印象栏 那一般非初体的 显示的就是我们的增量备份档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资料呢 进备份的类型不一样而已 音碟的内容跟音碟的大小都是一致的 这表示呢 我们背下来的时间点呢 是有点差异 但是我们整体的资料是一样的大小 是相同的一个内容 主机不同的时间点的一个资料 那备份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建立不同的时间点 那在将来呢 可以来进行还原 那就是称之我们为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还原时间点 那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备份的时间点 进行挂载 我们右手边的功能呢 有一个挂载 我们点选 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一个挂载画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 上面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都已经选好 自动办理代入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来挂载我们要的磁列区 好 那预设的挂载属性呢 是唯独的性质 好 那磁列编号 可以从后面开始排 那我们点选挂载之后呢 好 这时候系统已经表示 已经挂载到我们的Z磁列区 接着呢 接着呢我们就开启档案中管 然后来做一个检视 好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Z磁列区 我们按下Enter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们的C磁碟长得是一样的 因为这就是这台的C磁碟区 那差一点的部分 就是这里的时间点 或者是在比较早的时间点 那我们检视完成之后 就可以来选取 来进行所谓的移出 强制卸载 那卸载成功之后 我们回到台湾重管 就可以看到 它也是直接从我们的台湾重管里面 做一个移除的动作 那我们回到音箱档管理这边 重新选择我们的备份的目标 那音箱档管理里面 还有除了挂载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P2B的功能 P2B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将我们的备份档案 自动的转换成一条新的选拟机 做一个待机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不论是基本的备份 还是增量的备份 它都是对IP系统来讲 都是固定的 那它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 来进行还原 那我们下一步 就是选择我们要 指定的VMware的一个位置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设定 右边的虚拟机的类型 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按下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 备份影像档转换成一台正式的虚拟机 在目标的EXI系统上面 那等转换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EXI上面 开启这台虚拟机 那服务跟系统 就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进行的接手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 是我们的归档影像档 那归档影像档这个功能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可以将 所有的备份时间点呢 合并成一个单页档案 进行长期的一个存放 那这边呢 选择好我们的归档的一个目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的 所谓的合并跟归档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最后时间点的一个完整的档案 那这个完整的档案呢 就可以在接的时候呢 我们做长期的一个保存 或者是上磁带 做一个长期的存放 来确保呢 我们这个备份档案 在未来可以使用 那合并的部分呢 主要是将我们的增量备份的时间点进行合并 那计算MD5 主要是来确认我们的备份档案 是不是有经过二亿程式的修改 来进行所谓的MD5的一个 H值的一个验证 那这边呢 上面也有所谓的 标准的快速验证 跟我们的详细验证 那这边呢 主要就是做 档案的一个检视 跟我们的快速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检视 那这边都有一些 进阶的功能 可以做选择 那我们来看 印象档最灰的功能 印象档目标伺服器 那透过印象档目标伺服器呢 我们可以直接将备份档案做一个转换 不需要二外的属存空间 所以我们这边的认定呢 其实就是一个挂载 那透过ISGASI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针对 Hyper-V的一个伺服器 将备份影像档 挂载成ISGASI Target 然后丢给Hyper-V进行使用 那ISGASI的目标伺服器呢 会是自动的一个 启用的状态 那我们针对VNware 我们会使用的是 NFS的一个结构 NFS这个协定呢 来进行挂载 那这边挂载上去之后呢 在我们的虚拟平台 Hyper-V或是VNware这边呢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新挂载上来的硬碟 那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个硬碟 进行虚拟机的一个启动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今天 音箱档管理的介绍 就到这边 那详细的功能的 EK功能的说明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 使用者手册 来进行参考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